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中 美俄双方的洲际弹道导弹研发领域都有了新动作 俄罗斯试射了第五代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萨尔玛特 美国则是将下一代洲际弹道导弹系统陆基战略威慑取了一个新名字 LGM-35A哨兵 预计哨兵将从2029年开始取代当前的民兵3 承担美国未来核打击的重任 那么 哨兵的性能如何 与俄罗斯的萨尔玛特相比 谁更胜一筹 这期视频火力军就来聊聊洲际弹道导弹 为了在未来继续保持陆基核威慑的稳定性 早在2010年 美军就开始研究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展 在2011年启动陆基战略威慑项目 美国空军与全球打击司令部合作 对陆基战略威慑力量进行评估 并在2020年9月 与格鲁曼公司达成一项133亿美元的专项协议 用于哨兵导弹的研发 并计划订购660枚哨兵 400枚实弹 260枚实验弹 总成本达到了960亿美元 只是美军对哨兵导弹的细节 比如射程 精度 制导技术等方面都进行了保密 按照美军目前公布的消息 谁能知道这些导弹将会装备W87核弹头 在2029年之后按照1比1的方式取代现役的民兵3 不过没关系 虽然没有公布哨兵导弹的具体性能 但是方向已经确定了 而想要了解哨兵导弹 就需要从民兵3入手 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美军不继续为民兵3续命 相比较其他核力量 陆基洲际导弹有两个巨大的优势 一是寿命长 二是操作 维护和现代化成本最低 比如美国的民兵3 它是美国唯一现役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1970年开始装备美军 1975年完成部署 1978年11月结束生产 最大射程1.2万公里 目前美国有450个民兵3导弹发射情 基本都已经服役了50年 但是民兵3最开始只是用于临时过渡的产物 计划服役的时间只有10年 结果苏联解体 美国最大的对手没了 洲际弹道导弹的升级也就搁置了下来 为了保证民兵3可以正常工作 自1970年部署以来 美国空军就对民兵3进行了多次严寿改进 只是在不断升级改造的过程中 各类技术补件在集成时 会带来各种兼容性的问题 一旦突破阀指 就需要更大规模的升级改造 周而往复导致维护的成本越来越高 早期民兵3导弹的维护费用 大约为每年12亿美元 2004年提高到每年20亿美元 预计到2030年以后 将会涨到每年50亿美元 比如民兵3的助推器和导弹制导计算机 在2020年就已经达到了预期寿命 想要对其进行延寿就需要更换 除此之外 对于一个已经服役半个世纪的导弹而言 其弹体和发动机也已经落后 在射程投射重量方面 相比较俄罗斯已经远远不如 民兵3导弹的射程是1.2万公里 而俄罗斯的R36导弹的射程达到了1.6万公里 萨尔玛特导弹的射程更是达到了1.8万公里 在精度上 民兵3也是略逊一筹 早期的洲际弹道导弹都存在精度较低的问题 民兵3导弹的精度为240米 在70年代已经是属于更高的水平 与它差不多同时服役的R36导弹 精度只有500米 但是萨尔玛特就不一样了 按照俄罗斯的说法 精度达到了10米 即使有夸大的嫌疑 但可以确定的是 要比民兵3的精度要高 为了保持战力 就需要对发动机精度进行改进 这又需要一笔经费 本则长痛不如短痛的原则 美国就打算再制造一批新弹道导弹 于是哨兵新鲜出炉 虽然哨兵的具体性能很少 但从2015年美国空军发布的 《未来陆基战略威慑系统》的信息征询书 已经明确了哨兵的一些技术方案和能力需求 首先就是弹头 按照文件显示 哨兵依然保留单弹头和多弹头的配置 在弹头的选择上 哨兵能够携带W87和W87-E两型核弹头 其中W87核弹头的标准威力为30万吨TNT当量 但通过在第二级加上高浓药外壳 可以将当量从30万提高到47.5吨 W87-E则是W87的改进型 预计在2030年后服役 其仍然采用W87物理设计 首次利用新制造工艺生产的普弹心 使用高能钝杆炸药 新型引爆控制系统 外中子源系统和安保系统 使其具有更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弹头都已经完全升级 弹体自然也不例外 哨兵的性能可以说完爆民兵3 其采用了全新的飞行系统 包括助推级制导系统 并且采用了全新推进系统 包括发动机制导和控制系统 为了减少导弹本身的质量 哨兵的助推器并没有采用民兵3导弹使用的重型钢制外壳 而是使用复合材料 增加了导弹的投掷的质量 允许哨兵可携带不同的有效载荷 以提升自身的突防生存能力 同时还采用了新的武器指控系统 以及翻新发射控制中心和发射设施 在精度上 哨兵也会进行一定的改进 民兵3只采用的惯性制导 按照美国的实力 加上星光制导或者GPS制导 不过分吧 而且为了提高导弹的制导精度 强化生存能力 以及攻击移动的目标 美国一直在进行载入飞行器的相关研究 比如民兵3的载入飞行器 就有两种型号 MKURA型 MK21型 其中MK21型就是为原本应该取代 民兵3的和平卫士开发的 装备了新设计的W87核弹头 或许还具备了末端机动能力 拥有更高的精度 更强的突防能力 以及能够攻击移动目标的末端优势 除此之外 按照美军的要求 哨兵的寿命周期要求超过50年 该具备灵活性 适应性和经济可承受性 而在哨兵的部署方式上 美国对紧急部署 公路机动 以及铁路机动部署在内的多种方案进行评估 最终还是选择沿用民兵3导弹的地下井 虽说地下井不能移动 很容易被敌方打击 但是随着美军防御系统的不断完善 美军紧急导弹的生存概率 已经大大提升 等到哨兵2029年服役 并在2030年期间 替换掉所有的民兵3 达到全面作战能力后 美国就会在沃伦 马姆斯特伦和米诺陶空军基地 部署450个发射设施 共有三个导弹连队 对其指挥和控制 美国大批量的部署哨兵 其实也是亮亮自己的肌肉 在美军的计划中 陆上用哨兵洲际弹道导弹 取代民兵3 水下则是用哥伦比亚级 战略导弹核潜艇 取代现在的俄亥俄级 战略导弹核潜艇 空中则是用新型的B-21 隐身战略轰炸机 替代现在的B-52轰炸机 问题来了 美国的哨兵和俄罗斯的 萨尔马特哪一个比较强 在性能上 萨尔马特更强 其射程是世界第一 1.8万公里 可搭载弹头的数量 也是世界之最 萨尔马特既可以搭载 一个大当量的弹头 也可以搭载 10个以上的分导弹头 所以具有很强的突防能力 在性价比上 则是哨兵比较优秀 这主要是因为 二者在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领域的研发方向不同 俄罗斯强调 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要有更好的突防性 比如说变轨 多弹头 远射程和强机动性 美国主要考虑的是 要保持陆基核武器的数量 弹头当量是否可调 经济性等 对于俄罗斯而言 加燃料 加吨位 加核弹头增加威力 是最实用 也是经验最多的选择 想要更精细化的改进 只能说花费的精力较大 有些得不偿失 而美军则不是 只要经费够 武器要多先进 就有多先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朋友认为 哨兵能有多强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